哈囉 明週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薇里安 我是曾沛池 今天一起拍照 我覺得她很辛苦 因為她 女生就是要穿的比較 就是像高跟鞋這些 我覺得那個很困難 然後同時 可能我穿的服裝比較 比較穩重一點的嘛 然後她就要負責一直搞笑 可是其實我沒有要搞笑的意思 因為我覺得今天師兄的衣服 對 就像她說的很穩重 然後我自己覺得有一點像007旅 她的旁邊那個小姐 我一直想要有那種感覺 而且我高跟鞋都超高 所以我其實覺得師兄也蠻辛苦的 對 我看她很辛苦啊 因為我看她穿高跟鞋 第一套的那個高跟鞋 我覺得很像要參加廟會 到底是為什麼男生看女生的東西 都會如此的 就比如說one piece 他們就會說窗簾 你是七爺我是八爺 那種感覺 其實她感覺很想要動 就是很想被動 也很想要避動我 因為她已經被全世界都動到了 然後我還沒有 雖然我不可以 我平常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 見到你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你距離感真的 覺得有天花板那麼高 可能那時候穿皮衣吧 可是覺得好熱 後來我有聽同事說 師兄是一個比較慢熱的人 但是後來慢慢發現他搞笑的一面 我就比較敢跟他講話 因為他避動的對象 包括我戲劇公司的師妹們 我其實有點羨慕 羨慕 可是我也不敢主動提出 欸我想要被師兄壁咚 有嗎 我有感覺到你濃濃的暗示 但是我要說實話 這次像壁咚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動作的這些 拍這些照片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現在女生都很 很放得開耶 有些很肉食 我碰過 我碰過是壁咚 然後她說 是你壁咚他 我壁咚他 就是剛一開始的時候 她說你手可以放我這邊嗎 然後示範給我看 我說沒關係你大力一點 現在的女生 這個年代大家都很活潑 目前喔還在 還在規劃當中 但是最 最讓大家會覺得 可能衝突感 然後 不像維里安會做的事情 就是我會 載歌載舞 就是 就是邊唱邊跳那個樣子 其實師兄身材蠻好的 我是說真的 為什麼妳會知道 不是我說的 耳文 所以 可見街坊鄰居 可見道聽途說 不可信也 放電喔 皮卡 好 各位觀眾 唉呀 五支煙 九月十二號 維里安 小巨蛋 放開那女孩 如果妳是女孩 就算妳是男孩 一定 都要去看我師兄 維里安的演唱會 因為 你們會在小巨蛋上看到 平常 絕對看不到的維里安 我已經準備我要衝到搖滾區去 就是 因為以我對師兄的認識呢 我想她應該會 不只放開那女孩 也會放開她自己 所以 九月十二號 小巨蛋 維里安 等妳喔